再來我們來關注一下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遭到的槍擊事件 在今天追授了 國家最高等的勳章 這是日本戰後的第四人 那麼其實在今天 我們大家看到了 各界都前來吊唸 那7月11號的時候 安倍家去吊唸 那麼謝長廷陪同 賴清德去了 但是他說 這是他的私人行程 不過因為他是副總統 所以還是難免引發了關注 而且他去碾箱的時候 是以家屬親友的身分 也就是說不用跟其他 政治人物一樣排隊 可以比較早去吊唸 那他雖然說是人行程 但是因為他是現任的副總統 那赴日 這是跟日本斷交之後 50年最高層級的官員 到日本去 在2015年的時候 呂秀蓮曾經去過 然後蔡英文 2015年的時候 也傳聞有密會安倍 那麼再來就是賴清德 在初選2009年的時候 他曾經有出訪過 那其實安倍晉三 跟台灣的關係 也算是滿緊密的 再跟這張是跟蔡英文的合照 據說安倍的媽媽 有一些場合 可能安倍不方便出席 可能就由他的媽媽 來代替出席 包含了這個標題 安倍媽媽是台粉 他曾經跟小英一起去聽音樂會 而且四度的參加代表處的 國慶酒會 可以讓大家感受得出 台灣小英 還有跟安倍之間的關係不同一般 只是傳出了意外消息 從11號開始 東京的住家 安倍就移到了曾上寺 進行守齡儀式 很多民眾在今天 湧入這邊不畏高溫排隊 希望能夠送上一束鮮花 祝福他的最後一程 安倍的臨車緩緩開進 東京曾上寺 媒體捕捉到一雙安倍召喚 坐在車中眼眶泛淚 儘管戴著口罩 也難掩悲傷 宋敏與自己走過 35個年頭的安倍晉三 隊伍根本看不見鏡頭 12號一早 大批民眾湧入曾上寺 就是為了向安倍做最後的道別 而遺照上的安倍 身穿白襯衫 雙手帥性插腰 溫暖灿濫笑容 讓民眾永遠追憶 安倍離世 日本政府決定追憶安倍最高等 宣章大宣位舉花章警示 而宣章授予的對象都是對國家 宣功顯著卓越的人 日本現在的佩戴者只有日本天皇 各國高層相繼展現哀悼之意 除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特地到訪東京吊宴 美國國務院12號宣布亞太駐金康達也將在11號至15號訪問日本期間前往悼念安倍 另外德國外長貝爾伯克也專程訪日向這位前首相致哀 法國總統馬克宏也赴駐日使館致哀 除此之外美國前總統川普也傳出考慮出席安倍的最後一事 希望能向安倍進行最後的告別 但美國駐日使館並未證實 而安倍的葬禮將在12號中午舉行至開放給盡情參加 而增上四開放民眾致哀的時間會在當地時間下午三點結束 記者謝漢瑜報導 那安倍晉三遭到了刺殺過世也在國際間造成了很大的衝擊 為了悼念故宮的南家演白光水舞紀念場 所以暑假期間就安排了戶外園區有這個水舞 以及3D的雷雕水木秀 以白光水舞搭配安倍生前的紀念悼念安倍晉三 同時也悼念311大地震 罹難者所彈奏的樂曲花正在開 就在今天晚上的9點鐘到9點半鐘 那麼在智善湖也有一場追思台灣永遠的 具有安倍先生的紀念活動 那麼再來同樣就是賴清德 他到了日本去吊咽安倍 這是1972年台日斷交以來 李登輝之後37年來訪日最高層級的官員 外界就有一些解讀 例如說是不是算是跟台日外交上有重大突破 但外交部作出回應了 他說這是副總統的私人行程 根據瞭解這個賴清德 他也是以家屬的身份去上香的 那專家就認為如果把它操作成外交 跟外交有關這已經太誇張了 副總統賴清德被日媒捕捉到前往日本安倍家中吊咽 駐日代表謝長廷也陪同入內 這是1972年台日斷交以來 李登輝之後37年來訪日最高層級官員 這是不是我國外交的重大突破 台日沒有邦交按照慣例正副總統國防外交部長是不能前往 外傳日方11號上午突然核准簽證 連我方都感到訝異 副總統立刻起承前往 以安倍家屬親友的身份前往吊咽 專家解讀很可能是自民黨選舉大勝 讓岸田少了後顧之憂才拍板給簽證 但我方別誤認是重大外交突破 來副總統旋風式訪日 日美以副總統稱呼賴清德 台日外交是否能有實質進展 打上大大問號 記者綜合報導 那麼其實日方這一次是蠻火速的 就核准了賴清德的赴日前陣 那媒體就解讀 這是不是現任的首相岸田文雄 了解賴清德跟安倍的情誼深厚 那同時也明白的表示說 要承續安倍晉三堅定停臺的立場 也可以藉此拉攏日本的保守派 副總統賴清德現身前首相安倍晉三 東京澀谷御所和駐日代表謝長廷 一同前往吊咽 台日無外交關係 台灣官員赴日有一定難度 因此賴清德本次出訪定調為私人行程 更能以家屬親友身份上香致哀 可能就是因為他與安倍的深厚交情 2016年賴清德擔任台南市長 台南發生大地震 當時擔任日本首相的安倍 第一時間送來物資 也代表日本向台南表達慰問 2021年台灣疫情爆發 疫苗嚴重短缺 日本率先申出援手 前後總共提供390萬劑AZ疫苗 而安倍晉三就是幕後重要推手 副總統賴清德此行是自李登輝 1985年以副總統身份非正式訪日後 睽違37年赴日最高層級的現職官員 而過去呂秀蓮也在2008年以副總統身份訪日演講 蔡英文則是在2011年以民進黨黨主席身份 會見安信夫 而2015年更是以總統參選人身份密會安倍 安倍挺台立場鮮明 卸任後在日本政壇仍舉足輕重 表明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如今不幸辭事 台灣政壇正經不捨 而賴清德這次訪日吊咽 暢行無阻 火速拿到簽證 媒體解讀使現任首相岸田文雄 明白表示繼承安倍的挺台一致 除了向大陸表明不屈服 持續與美國聯手 第二則是借機拉攏自民黨的保守派 確立未來日本在無國會選舉的黃金三年 岸田能夠主導自民黨穩定執政 記者蔡清晨報導 如果你們的空間比較大 可以選擇這一組 是4公升的霧化器 裝滿之後就可以連續來噴8個小時 如果你空間比較小一些些 你們可以適合這一組比較小的 攜帶型的USB插頭 這次可以噴2到4個小時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GO